民眾套上青蛙裝熱舞歡迎阿伯搶搖擺州選情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連續兩天固守中台灣 六號這天助政自家立委候選人蔡碧如 一起到大甲鎮藍宮參拜 誠心祈求大選順利 積極憑陸戰過程侯友一卻喊話 不可能刻意操作棄殼寶猴 因為自己是在野最強的候選人一定會贏 柯文哲也不客氣吐槽 講這一句話就是在操作 人家說正直誠信 我就覺得你明明在操作棄保 講一大堆 不想講 我跟你講這是公開場合 我也不想去講 人家說不要口出惡言 談到侯友宜 柯文哲有些動怒 但韓國瑜五號喊話 集中選票支持侯康佩 還強調沒有總統柯文哲 立委院院長韓國瑜這種可能 柯文哲卻幫忙還家 不管我是還是蔡碧爾 跟韓國瑜都是朋友 我們也知道他 他有他的壓力嘛 就這樣 大家理解就好 大概就三個板塊嘛 而且到這裡大概每一個投票人的想法 都已經差不多固定了 剩下只有少數還在中間游離 這些是可以去爭取的 柯P似乎不擔心選情受到影響 立平在藍綠間靠陸戰爭出自己的白色版圖 華視新聞學姐陳佳安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各位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